大家好 我是小王子 咱们这次我刚收到的这个应该是MP示威 黑色和白色 我就直接连拆包再做视频 我看看从哪下刀比较合适 这好像中间那条缝 我要不从这儿拿 我不敢拿得太使劲了 因为 对对对 这就是中间那条缝 像切西瓜一样 切开 好了 两个 不知道这是哪个颜色 先放在一边 好了 这两个 这个纸片放下去 这个 不知道是什么颜色的 打开看看 我的手机来了一条信息 我刚才手机收了条信息 嗯 是白色的 好 这个外包装箱 用到下边 还有一层 热塑的包装 那好吧 我们先放到一边 先把这个黑的也拆开 哦 对 我想起来了 红的当时就有一层这个热塑的这个包装 好 这个也拿下去 哎呀 我这边地下已经放了一堆东西了 嗯 好 那既然手里拿的是这个黑色 咱们就先从黑色开始吧 把这个热塑的这层风膜 打开 你还别说这个热塑风膜 我觉得是很不错的 这个保护这个玩具肯定是没有拆过包的 放到一边 算了 我先打开这个吧 其实这个盒子我觉得好像 咱们看一下这个盒子的四面 我调一下镜头 看一下这个盒子的四面 这个其实我觉得好像倒是也没有什么好看的 这个能源宝 然后 这是飞行背包 微枪 这是 今天驻自己的大枪 然后这是一把 这叫什么审判之剑 斧子 能源宝三个头雕 其他的没有 这个是应该是合金部件 然后这是车型变 逐渐变成人型的这么一个造型 其他的就没有什么好看的 MCS-01 我看看这个 这是VSS10VU 这个 他应该是MP10V吧 他为什么会改了这个名字 我记着这个红色的应该是MP10V 一会儿啊 等一会儿我去找到红色的箱子 咱们看一看 先把这个拿到一边 你看啊 嗯 枪 这些头雕 这样横过来 横过来看得清楚 头雕 大枪 这是枪威 枪威的这个监托 斧子 审判之剑 飞行背包 主体 好 拿出来了 下面是说明书 哎呦 这个说明书 折了 好吧 说明书看不看也无所谓的事 反正这个 10V的变形应该准备 哦 这还有 反正这个10V的变形应该说是 啊 烂熟于星了 我相信 很多人应该变都变恶心了吧 这个模具 哎呦 这次这个喷射 喷口改成透明的了 透明件 这个 哎 我记得10V的那个红色版本 它中间有涂装吗 我记得那个好像就是个灰色的盖 是吧 不过这个大灰壳啊 先放到一边 一如既往 没有弹簧 只能这样遮叠 这个我觉得好像也没什么太多的可看的东西 我记得10V的红色